蓝色的地球70%的面积都是水 驱逐海洋以及南北极冰川外 我们只剩下1%的带水可以使用 珍惜水资源是全球当务之极的课题 现在就从处理水创造干净的水开始说去 台达在每个水处理环节中 以智慧型监控系统、人机界面系统、操作掌控 让每样设备都能发挥最大的效能 以家庭或工厂使用过的水为例 首先台达水处理自动化监控系统 控制机器运转 透过台达的交流马达驱动器 内建有PLC 让水经过渠道干管流入水处理场时 能维持静流的稳定 再以PLC主导监控侦测蓝屋炸 拦下垃圾等大型物体 适时提醒人员做清理与维护 接着由PLC搭配人机界面执行监控系统 使池内的设备持续运转 可以有效减少水中的沙粒和沉淀悬浮物 再利用微生物将水中的有机物进行代谢分解 程序中由人机界面和PLC组成的监控系统 维持良好环境让微生物可以生存 使其保持最佳活性将有机物分解 接着进入化学处理的程序 以人机界面和PLC监控池内的状况 适时适量地添加化学药剂 让水中之有机物或有机生物体分解或消灭 使化学反应效果达到最佳状况 最后台达水处理自动化监控系统 可自动检验水质 并由交流马达驱动器保持水泵于最节能下运转 将已经处理完成净化的水体 稳定地排放到河川或是大海 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制成泥砖 做成建材回馈环境 水资源得来不易 再生利用的每个环节 台达产品都符合环保法规 降低环境污染 更设想周全 统合完整 台达与您一起守护地球 创造美好生活